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麻烦各位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来联络 我们制作单位的地址是位在台北市忠孝西路 一段4号19楼梦想街57号 那您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收藏的这些珍宝拍一张照片 然后寄到我们制作单位来 或者你可以拍一张照片 直接上传到梦想街57号的Facebook 赶快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来自厚礼的高陈宏 高先生 来 欢迎高先生 好 来 高先生当兵的时候 收藏了不少的东西 您当兵是在哪边当兵的 对 马祖 所以他收藏了一整套的古铜钱 我们待会要好好来研究一下 这些古铜钱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这些古铜钱的话 已经构筑出了一部中国的历史了 待会要好好来研究一下 另外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来自高雄的 林思惠 林小姐 欢迎林小姐 好 另外还有我们的李总 好 欢迎林小姐 好 另外还有佩玉 欢迎佩玉 好 另外还有我们的邱教授 欢迎邱教授 好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欢迎就是 我们高先生 刚刚有特别讲到高先生 您过去是在那个马祖当兵 是 你当兵的时候是当几年兵啊 当两年兵 第一个呢 这个叫什么 烟枝盒 这是烟枝盒喔 你烟枝盒那个 又不像 我们上次有一个那个烟枝盒 是不是记得配鱼 就是它上面 对 扁 然后上面有 有三个 有三个圈圈 然后放烟枝的 对 它是一个小盒子这样子 对 你这不敢 又像那个锅肉罐 蟋蟀罐 我说实在 因为我必须跟所有电视机前面 观众朋友们 那个诚实已告 因为他那个高先生寄来的东西 里面其实是已经附了照 就是他先寄照片 过来我们制作的单位 然后呢 我们制作的单位会看过他的照片 然后再请老师帮我们挑选 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呢 说实在我刚刚不太敢碰他 好 你来给他拖好吗 我要拖 好啊 好 这个是盖子 你刚刚讲说蟋蟋罐对不对 对 蟋蟋罐应该里面会放 应该会有洞 应该有洞 没有 那蟋蟋 对啊 不然蟋蟋罐在里面 会撒起来 会撒起来 你这个有洞吗 没有啊 没有洞 好 那然后呢 这个是盖子 这个盖子上面的话呢 有这个脏 然后这个脏上面 我们待会来看 那你这边呢 来 帮我们移一下好不好 这一个 这个罐子旁边这个移一下 这边写一个集 然后他是用什么材质 瓷器是不是 应该是紫砂泥之类的 紫砂泥喔 然后这个是什么图案 因为他接来的照片 我其实图案看不太清楚 吉祥如意这样 有什么 吉祥人物 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上面写着吉祥如意 然后底下呢 底下有没有 底下 大清咸丰三年 你给大家念一下 上面写什么 上面 咕嘶临目 下堂玉瑶 咕嘶临目 下堂 下堂玉瑶 下堂玉瑶 然后什么 咕嘶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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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是 那久了 又要怎么看 你人家是去买啦 你等会去 心情到这个 你人家去看的时候 你没想到说 那些铴目 好像也怪怪 你说 它是蟋蟋罐 应该没成吧 又上面写一个铴目 干嘛放蟋蟋罐呢 他跟你讲的时候 是讲胭脂罐喔 他说大约啦 我是看外面这个 他这个 烧的图案很漂亮 很精致 还有 这个字 那时候没有看这么清楚这个字 就奇怪 这么小的字 烧字的 怎么会烧这么细 对啊 我们一般的像茶壶的话 烧起来这么小的字 烧起来就模糊 他讲纸杀可能是有点像 好啦 你把它盖起来给那个 给姑娘那里 姑娘在那边 大哥讲得对 他是蟋蟋罐 但是你刚才讲说没有动 没办法讲蟋蟋对不对 对... 你们搞错了 这种罐子不是用来养蟋蟋的 是用来斗蟋蟋的蟋蟋罐 就是斗蟋蟋用的 它不是让你养蟋蟋用的 所以不能有洞 为什么你一放他就 逃跑 逃跑 你在玩完的时候 当然你的盖子要盖起来嘛 对不对 两个蟋蟋棒里面 很多人看来说 这么小一个怎么斗 就是要小才有办法斗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个罐子如果大的话 知道 这里面空间如果太大的话 蟋蟋逃走了 知道吧 就是那两边倒不起来 所以一定要小 然后这个要高 然后才会办法在里面漏蟋蟋 而且它的材质是那种 这种泥做的 这是最多 这才不会伤到蟋蟋的那个 触须跟它那个牙才有 你那时候是买6000的人 6000块 6000块 在古董店 对 是... 那现在呢 您估呢 1万5 1万5 好 来 清朝咸丰年间的 这应该是蟋蟋怪了 好 我们请那个佩宇 帮我们仔细的一个评估一下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值多少 请建价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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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它是 算是现代防裹的 这个不是清代先锋的 这个是新的 那它这一件我觉得 就是说 看起来挺别扭的 就是因为 它这个应该是那种 属于算是泥做的 可是它 我觉得还蛮讨厌的 它在外面又刷了一层 那种类似颜色 或是一种漆的那种东西 它要故意做救 所以我在製作单位给我看照片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它是铜的 你知道吧 铜的照片看起来很像是铜 我想说蟋蟀罐有铜的 好像没有看过 我今天看到了才知道是泥的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算是现代工艺品 那那个 其实工艺来讲的话 也我觉得并不是很好 算是比较粗糙的 那我们今天来讲 那它这个上面 为什么会写姑苏陵木啊 那个是什么意思 陆木 它写的是姑苏陆木 不是陵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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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真的这个部分 不可考 不知道干嘛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蟋蟀罐 你要嘛就是有款嘛 对 比方说大明轩得年质款 或者是康熙款 或者是有一些制作人的款 刚才很多人疑问说 那蟋蟀罐为什么盖子不打洞 蟋蟀不是门死在里面吗 是 其实这个盖子特别设计的 用的很简单 因为蟋蟀放进去之前 等于蟋蟀放进去的时候 要先让蟋蟀安静下来 怎能安静知道 盖子盖起来 天全黑了 蟋蟀就不叫了 那也不会看到对方 也不会斗起来这样子 关警戒 所以等于是先让他们安静一下 先让他们自己冷静一下 然后能否时间到了时候 开盖子 一开以后看到对方 就流起来这样子 所以这盖子设计 有特别的用意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 宣德的那个青花的蟋蟀罐 那这些东西都是那个 景德镇珠山关窑玉窑厂里面 算是出土的 再把它算是拼接起来的 因为宣德的蟋蟀罐完整器 在全世界大概不超过三件 因为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些都是落选品 那时候在景德镇珠山关窑 这些就是做得不够好 所以都被砸掉了 对 那可是我们现在要再看蟋蟀罐 大概都只能看 就是景德镇的这些 算是残片的这个 这个算是修复件了 因为宣德皇帝走的时候 就是那个正统嘛 正统皇帝来继位 那那个皇太后呢 因为其实已经看宣德 喜欢斗蟋蟀 已经很不顺眼了 想说小皇帝8岁要上来登基 不能够再贪玩了 不能再玩蟋蟀了 所以他就命令 把宫里面的所有的蟋蟀罐 全部砸光 所以等于在宫里面 不让他玩了 小孩不能再玩了 对 所以等于说 就把宣德的年间的这些蟋蟀罐 几乎全部都砸 砸得一干二净 所以现在存饰量就极少 大概可能不到三件 我们想再看宣德的蟋蟀罐 只能看这种修复残件 接下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同样是一个 现在在坊间里面 收藏品里面非常多的 很多人在收藏这一个 因为它比较容易保存 而且呢 比較小的关系 所以呢 应该没有一个 什麼皇太后要把它砸掉 但是那时候其实 这个是应该是鼻烟壶 那鼻烟壶的话 其实 我看他们那个连续剧里面 也有都在演这个 然后身上都要带一个这个 鼻烟壶这样子 来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鼻烟壶 鼻烟壶如果你去故宫看的话 其实也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材质 做的那个鼻烟壶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的话 是什么的材质 内化鼻烟壶 对 它是什么材质 玻璃吧 玻璃或水晶 玻璃或水晶 你应该做玻璃 应该分得出来吧 不 分不出来 好 来 上面呢 其实他的绘画绘得非常不错 而且他的字也写得不错 袁世凯大总统就职纪念 然后所以这边有一个袁世凯 而且他的那个内化 那个内化 你看他的一带这一个地方 全部感觉起来 是用金箔下去画的感觉 然后另外后面这边的话呢 这个叫做 中华民国共和纪念 什么 马绍宣公会 马绍宣应该是会这一个的人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个扁恩湖的这个盖子上面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什么 红色这个 类似塑胶又类似红珊瑚 他应该是要仿红珊瑚 但是感觉起来很像是塑胶 好 另外这边的话 这不知道是铜还是金楼 来 这待会要好好研究一下 你如果金楼的这些细胶会给大家 他们真的是用那个毛笔吗 那个笔下去这样 对啊 这样子 倒钩 倒钩这样子 倒钩这样子 那你看他的人物的话 他其实应该要画反方向对不对 对 他要反方向 然后自己要反着写 反着写 对 所以他那个... 他那个颜料也很特殊 因为他为了让他可以黏在里面 他用的是法朗彩颜料 法朗彩 法朗彩颜料的话 因为温度比较低嘛 因为他这个画好以后 他再烤过一次 就是还要再入骨 还要烧 因为你银料放上去 怕那个银料会掉 所以他上面还用法朗彩去加故国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很特殊 所以后来他这个东西 其实在清代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种 有钱人的身份地位象征 不过鼻烟虎的话 分为很多的派别 那那个邱教授怎么分 其实他那个指的是他的起源地 他那个派别的话 这个派别分法 其实是最近才出现 以前没有分得这么细 那这个你看金派 鲁派 你看金派 鲁派 对不对 你看都是地名 那个金的话 则是这个北京 你看鲁派 鲁的话不是鲁肉饭 是山东 那另外季的话 则是河北 那岳的话 那是广东汕头这个地方 那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做法 其实他都是内化 那其实呢 据说一般来讲的话 这些派别的最大 就是因为师承的不一样 师承不一样 而不是因为技法 或是风格不一样 其实不是 所以他们老师不一样 那你知道以前人讲究师徒 老师教弟子 弟子要教徒孙 带带相传 所以后来整个各大派别 而这些派别里面 最重要的是金派 那你刚刚不小心 把三个字念出来 就是你刚刚 大哥这关上也有写 马绍萱 马绍萱在这边 他是代表人物耶 他是金派的一个代表人物 所以很多收藏 那等于是说 佩宇是不是等于是说 很多收藏那个比岩湖的 都要找马绍萱的一个作品 他是首选 他是首选 对啊 他有那个比岩湖界的 比卡索之称 他这个比岩湖的比卡索之称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马绍萱 那刚刚佩宇有讲 那很多人 其实大部分的人 所要收藏的比岩湖的话 就是以他为首 他是一个金派的内化四大师之首 那他的这个年代的话 那是清代 1867年到民国初年 1939年 好 那他也曾经参加过 那个巴拉玛的一个博览会 在1915年的时候获得奖 那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号称 然后就是内化的一个 这个艺术家里面的一个 比卡索之称 所以很多人都在收藏他的东西 我们在那个2014年的 香港苏富比里面呢 看到有一个 马绍萱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后来呢 是198万台币成交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 你知道吗 你有去查过吗 他最多七十万美金 七十万美金啊 五六年前七十万美金 你这一天 你怎么辨别说 他应该是以为 他的签名和他的程度 要为那些细腻 肖像画最难画 比那个山水画还难上很多 他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印上去 不可能印上去的 不可能印上去的 不可能 因为里面这个是金刚砂 这个金刚砂 你说哪里是金刚砂 像这个要画这个之前 这个表面都要上金刚砂 这之前还没有这个雾面 你说雾面那个是金刚砂 这个是要上金刚砂 才画得住 对 对 对 但他的表面不会那么光滑是不是 让他稍微粗糙一点 他可以上画 上色 好 好 来 您自己估呢 买是买多少钱 你那个年代里面 你那年代有吃 你当时做并一个月多少 三千块吧 四千块 四千块 四千块嘛 三千块 三千块 结果你可以花一万二喔 对 你人家都搬酒回来 你是搬这个吗 小酒都喝了 你这个一万二你是存了几个月 你那个光是当兵两年 你带了多少古董回来啊 那时候是当学徒的时候存起来的 所以做玻璃学徒的时候存起来的 非常不错的兴趣 他当时买入价格是买一万二 你现在估呢 150万 150万 我们那个束缚比是198万 港币吧 你扣掉那个佣金费用 差不多 就是150 好 来 佩宇可以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是来自于这个金派的 内化大师马绍萱的一个作品 买入价格是一万二 目前上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好 请建议价 一万二 他脸都绿掉了 他本来希望能够有150万的价值 我觉得这可能是 马绍萱的学生的席作吧 因为说真的啦 马绍萱他之所以能够成为 算是一代宗师啦 这个被能够说是 比焉弧界的这个毕卡索 那一定画得很好嘛 那当然是一定是画得很好 那我觉得就这个 袁世凯的这个画像 我觉得他不管是神韵也好 或者是他的一个笔触也好 其实我觉得都很生嫩 而且不够... 而且不是很传神 这个马绍萱画的这个人物 跟那个袁世凯 你看他的这个人物的这种神韵 还有他的这种立体感 简直画得就有点像黑白照片 那样子的感觉 他的一个层次 明暗度 各方面来讲 跟这个比起来 其实真的是差很多 对 那我想说假设是这个 一代宗师他的这个作品 大概一定很有天分嘛 所以他的那个作品的一个程度 不会差这么的远啦 然后你再看他背后的那个 那个算是大头罩 这个大头罩画得不错啊 会吗 对啊 我觉得他其实也是画得很细耶 没有 可是就这个 就是就他的一个神韵 跟他的一个技法来讲的话 是差很远的 你看他的这个人物 你看他的这个脸颊 他整个做的是立体的 你不管是他的这个眼袋 或者是他的这个法令纹 什么之类 他做的是非常立体的 可是你看他的这一幅 就是很简单的笔触 他做的是 等于是说一点立体感都没有 没有一个算是深险层次了 对啊 其实马绍萱的派别 他们受到那一个西洋画的影响 什么叫西洋画 就是他们会在画里 加上阴影 光线 那这个部分很重要 你刚才看起来那个很立体 那是因为那个阴影跟光线的影响 可是你手上这一个的话就是 感觉起来就是线画上去而已 对 所以我就少了那个阴影跟光线 所以那个结实的感觉 就没有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来看一个是玉如意 你这说实在 如果我看到我不会买 你不会买 你也买万纸 因为这个其实这样子看的时候 我感觉他好像有可能是压出来的 那个光纸的路好像怪怪 又轻轻了 没有档 好 我刚才买整个是档色的 这个我买的 本来是什么色 銅色的 銅 像这种颜色 像这样喔 他把它做黑喔 古档的...古档色的 古档色 古档色 他自己买的时候 你跟我说什么 他跟我说什么 玉喔 他不跟我说玉 不跟我说 她跟我说档的 档的 你回去刷一刷就会变玉了 档的 档的 档色的 古档色的 我在档的都... 不然你跟它敲颜色 声音都不一样吧 档跟这个... 我总不注意这个 这个是食材 这是食材 他自己刷的价格是 刷了2.5万 佩玉可以喔 好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玉如意买入价格 是买在1.5万 1万5 目前... 好 目前市场上 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2千元 它这个东西实在是不会值钱啦 因为就材料来讲的话 其实... 它到底是不是玉 其实我们都觉得很怀疑 好吧 那就算是玉 也是很差的玉啦 很差... 对啊 你说也没有光泽 也没有色泽 雕的又很差 它是地方玉 就是产在一些地方 中国的一些区域的一些石头 有可能是蛇文岩啊 有可能是其他的这种石头 不是玉 这个折射玉 我刚刚看起来 这也不是軟玉 也不是硬玉 不是硬玉 也不是硬玉 所以要称玉 可能还有一段句子 中国的其实古董 我们叫死之没者 未之玉 所以你要说它玉 广映在古董来讲 你要讲它玉是可以的 就是只要是漂亮的石头 在保守学上是不可以说它是玉的 漂亮的石头 都把它叫做玉啦 所以你只要叫玉如意 也没有错 但是稍微赔了一点这样子 好 来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不要管玉了 因为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棵田黄石 刚刚那个高先生讲说 他今天来的话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鼻烟虎 另外一个就是这田黄 那大家都知道 那个田黄的话比黄金还要贵 我们节目里面还没有来过 真正这样一棵完整的田黄 来的全部都是假的 那它上面雕刻了应该是 赫啦 松下问童子 松下问童子吗 哪有童子 没有 哪有写 它也有写松下问童子 上面有写喔 因为它那个雕刻很细致 你知道吗 你看它的那个雕刻非常非常的细致 好 这个也是在古董店吗 是 古董店 不是当兵的时候在 当兵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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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祖的古董店 马祖古董店 好 来 佩宇 好 你 那这老板怎么跟你讲的 佩宇好像已经在偷笑了 问那么多 有机会了 他跟你讲田黄吗 跟我讲田黄 我是看这个磕得很漂亮 那时候二十几年前 也不知道这个的价值 你二十几年前买两万块钱 对 天哪 邱教授你有兴趣了 没有 因为我一个老师 专门搞这个小石头的这样子 他是钻磕的 那时候你们那教授 两万块可以买到真的田黄吗 应该那时候就很难 二十几年前 应该就很难了 对 很难了 所以你可能 叩头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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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田黄呢 他买入价格是两万块 然后他现在估是多少 50万 50万 好 来 佩宇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田黄室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真的啊 真的田黄啊 跟中文跟... 跟那个瘦 放在一起 跟瘦 那正面还有英文 上面这个看起来像 符号比较这个像吗 看起来也像 那个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小奥 这个东西就是在 中国通行的正面 当时总共有个坏习惯 有一种古葡的味道 那个年代是高档的 它是来自于 一个年代的方式 对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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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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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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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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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